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不是這樣嗎? 這樣一個有很厲害的你知道嗎? 如果關掉你吧,很不配這個環境 講到音樂 音樂我自小就認識的 誰小時候不唱 你小時候唱什麼歌? 說真的,我是很有同天分的 我在小學的時候是玩笑喇叭的 真的看不出來 真的,真的玩笑喇叭 然後到我中學的時候 我是玩洋帝 是真的 我玩過就是看的 我自己對於音樂 除了會吹口哨之外 樂器一竅不通 不是,那你不能這樣說 音樂你曾經參加過無數卡拉OK比賽 還有你在音樂紮巾的地方 就是卡拉OK 那些都是算的 那些都是音樂 我懂唱歌算不算 懂玩音樂 算的 如果你懂唱歌 別人說你有音樂天分 正常 因為Beat Rhythm 你都要抓到 等於我們公司一個人是完全沒有的 尹為分 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 他真的可以堪稱為音樂白癡 你知道是奇巴 很奇怪 很明顯 那他也不能進去 年年 我們一到一個時候 兩個時候 他一定是最用最長時間的 第一個就是六七年碟 第二個就是台姓 跳舞 唱歌 一定不衰 當然 在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為了音樂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對 我曾經看過有一個音樂人 他說他打爛了很多東西 拍拖失戀了很多次 為什麼呢 因為他顧著音樂 忽略了自己的女朋友 對 他在失戀了三次之後 寫了一首很好的歌 一首音樂 才能賣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而且也有很多人為了音樂 無法聽 那些真的付出很大很大 理想就是音樂 就說了這部電影《喜世搖滾》 你看過的話 你會明白 搞Bang是最辛苦的 馬來西亞其實也真的有 例如有一個叫Alien的樂隊 就是come back 其實已經很久了 我相信你也聽過了 聽過了 所以他們真的為了自己的音樂理想奮鬥 那當然了 對於我們平時的人來說 我們對於音樂有付出過什麼呢 或者對你來說 音樂對你的影響有多大呢 對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對於音樂來說 我除了有同學的興趣之外 我本身 趁我 你走慢一點 多謝 所以等你叫上來 你說音樂付出了什麼 沒有不同 我是classical的 它是pop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網澤 應該是 莫扎特 因為莫扎特 莫扎特不是畫畫的嗎 郭佳索 不好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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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